到下一條影片,我現在就說什麼是step cost step cost是怎樣呢? 其實是,它之前達到碼的範圍, 例如去到A之前,它都是碼的層次 然後去到A這個位置,就突然要直線上升, 去到Lv2 如果它有這個,重點是什麼? 去到碼的層次,這個刺激1 第二是什麼?它是直線的 即它的delta是直線的 角度是90度 如果是有這樣的角度,或者是這樣的轉變, 我們就叫做step cost step cost有什麼例子呢? 譬如,倉租 譬如,你本身租一個倉,你本身是100萬元 可能這個倉可以放100件貨 但如果你有101件貨,你就不能夠放這個倉, 你要多租一個倉 即是Active Level,就去到A,即是Critical 然後101件貨,你也要租兩個倉 所以這個Course,就叫step cost 好,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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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